第130章 许其安的截杀计划 一个月前 三黄县地处楚州边缘 盘查得这么严密 是在寻找什么人 或者围堵什么人 这几天 光往深山老林钻 都没注意 关道是不是也设关卡了 不管在找什么人 肯定不是找我 说我想太多了 不排除近期把我添加入黑名单的可能 反正找一个人是找 找两个人也是找 许其安指头敲击桌面 边分析 边制定短期目标 明天就出发去西口郡 如果那里真有问题 那里极有可能是写图三千里的案发地点 这样一来 可能就会有危险 要把王妃带上吗? 嗯 临近西口郡时 可以把它放在附近安全的客栈 王妃这颗棋子用得好 或许能保我一命 不能丢 见许其安沉吟不语 彩儿乖巧地坐在一旁不说话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许其安终于从沉思中恢复 吩咐道 帮我漆壶茶 彩儿心里一喜 开心地应了一声 这意味着许银罗今晚要留宿在这里 果然 他漆茶后 听许银罗又一次吩咐 把床单和被褥换了 彩儿兴奋地浑身发软 手脚飞快地换了床单和被褥 一壶茶喝完 夜深了 许其安在彩儿的服饰下泡完脚 然后往床榻一躺 舒服地伸着懒腰 近日连续夜宿荒郊野岭 睡眠体验极差 很久没有享受到柔软的床铺 许大人 奴家来服侍你 彩儿心花怒放地坐在床檐 边说边脱衣服 彩儿 许其安躺着床上看着他 突然说道 有没有觉得你的床铺太软 睡着不太舒服 许大人说得有理 听说睡硬板床对身子更好 床铺太软 人容易累 彩儿笑道 心说这就与人家研究起床铺了 许大人果然是风流之人 许其安点头 表情认真地说 所以为了你的身子着想 今晚你睡地 我睡床 彩儿 次日 天蒙蒙亮 许其安洗漱完毕 在彩儿幽怨的小眼神里 离开了雅音楼 如今已是深春 天气暖和 正午时甚至有些炎热 否则这会儿就可以看见嫖客们在寒风里一哆嗦的画面 许其安沿着大街 悠哉哉地往客栈的方向走 突然 前方出现一列披甲氏族 领头的不是副甲将军 而是一个裹着黑袍 戴着面具的男人 目光只在黑袍男子身上停留了几秒 许其安不动声色地挪开眼 与对方擦身而过 你等等 身后传来黑袍男子的声音 以及勒马的响声 这么敏锐 许其安转身 脸上自然而然带着几分警惕 几分恭敬 座一道 大人 你是叫我 黑袍男子调转码头 居高临下地审视着许其安 问道 你是哪里人士 可有录影 有的 许其安把自己的假身份说了一遍 黑袍男子再次问道 练过舞 许其安低眉顺眼的姿态 回答道 小人极有五道天赋 十九岁便已是炼精巅峰 只是炼气竟实在困难 再加上女色动人心 又是该成家的年纪 就 他适当地表露出一点得意 却又遗憾的情绪 黑袍男子在他脸旁看了片刻 没说什么 调转码头 带着军队继续前行 呼 望着这支军队的背影渐行渐远 许其安如是重负 收回了天地一刀斩的蓄力 这能让他的气息朝内坍塌 收缩 嘿嘿 有句话怎么说来着 只有废物的人 没有废物的技能 我完美地解决了武夫不擅长隐藏自身的弱点 缺点就是 叙事待发 最后又发不出来 特别难受 男人都懂这样的难受 这家伙穿得奇怪 应该就是资料上说的 镇北王的密探 镇北王的密探出现在三黄县 他们果然在找人 有可能在找我 有可能在找别人 其实打耕人也是密探 是远景地的密探 所以打耕人有编制 吃朝廷俸禄 而镇北王的密探 则属于镇北王的私兵 他们出了北境 什么都不是 但在这里 就算是朝廷钦差 也得让三分 因为他们只代表镇北王 身为镇北王的心腹 肯定知道很多内幕 我何必自己一个人瞎捉摸呢 这个案子和云州案 桑博案都不同 不需要抽丝剥茧 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 查明泄途三千里的真相 而这样的大规模杀戮是瞒不住的 这意味着 我不用和以前的案子一样 一点点的找线索 直接抓住他 严刑拷打就可以了 如果对方是个恶人 那就杀了招魂 返回落脚的客栈 早起的客人已经在一楼大堂里吃早膳 而不想下楼的客人 则吩咐小二把早膳送到房间去 这里面自然不包括胆小如鼠的王妃 许其安没回来前 她不会主动让任何男人进房间 也不会出去 经过这么多天的相处 许其安能确认这一点 她是一个很没安全感的女人 大概是前半生的经历造成的 许其安吩咐店小二一客钟后 把早膳送上楼 而后顺着楼梯来到王妃的房间门口 耳廓一栋 捕捉到房间内轻微的呼吸声 还在睡觉 她掌心贴着门口 用契机操纵门栓 打开房门 床榻上 王妃侧着身子 睡姿端庄 面容安静 这时候的她 才有几分王妃的仪容 许其安打开窗户 让新鲜空气涌入房间 她坐在梳妆台前 于脑海里复盘案子 血图三千里案 地点 西口郡一四 凶手 不明 墓地 不明 王妃遇袭案 地点 北形图中 凶手 北方蛮族 北方妖族 墓地 阻止镇北王晋升二品 以及禅王妃身子 灵运 目前来说 这两个案子并没有实质上的联系 没准是蛮族知道 镇北王要晋升二品 因此趁机骚扰 吸引注意 让镇北王不敢随意离开楚州 然后暗中派人埋伏 夺走王妃 镇北王是楚州总兵 手握整个楚州的军事大权 没有传照 是不能回京的 不过 袁景帝似乎对这个一母同胞的弟弟 晋升二品 持赞同态度 照他回京不难 所以满足入侵边关的动机可以解释得通 血图三千里的案子也是这个时候犯下的 可是 四名四品高手 部落首领却不知道此事 更有意思的是 身为副将的楚相龙也不知道此事 嗯 不排除是满足某位强者干的 但没有泄露出去 神秘术士也参与其中 他又在谋划什么呢 正想着 他通过铜镜 看见王妃揉着眼睛 坐起身 醒啦 许七安笑道 王妃打了个哈欠 不搭理她 取来洗漱用具 蹲在床边洗脸刷牙 洗刷过后 她一脸嫌弃地说 男闻死了 浑身知粉味 有些人哪 迟早死在女人肚皮上 你现在的样子 就像管不住出去嫖的丈夫的怨妇 许七安心里付菲 当然 这只是她心里的吐槽 王妃肯定不在乎她嫖不嫖 她在乎的是 自己昨晚抛下她出去鬼混 让她一个人留在客栈担惊受怕好久 你要不再睡会儿 许七安提议道 一个时辰后 我们出发 往西 去西口郡 你不办事啦 王妃吃了一惊 事都在青楼里办完了 许七安露出不正经的笑容 打更人的案子是秘密 不能泄露 就算是无害的王妃 许七安也不能告诉她 否则就是对案子的不尊重 不过正是因为王妃无害 需要才不怕透露这些小细节 想来以王妃的浅薄的心机 一回不到 呸 王妃脸红地脆了一口 京城 叫方思 浮香姿态慵懒地起床 在丫鬟的服饰下洗漱更衣 对镜梳妆后 她忽然按住心口 皱了皱眉 下一刻 脸色恢复如常 轻声道 你先出去 我要再睡片刻 贴身丫鬟有些奇怪 但也没说什么 乖顺地离开房间 等人走远 浮香从床底取出一只胡头香炉 一只漆黑的香 她剪断一柳头发缠在漆黑的香上 然后把香点燃 插在香炉 浮香恭敬地把香炉摆在桌上 双膝跪地 嘴里喃喃自语 那只漆黑的香以极快的速度燃尽 灰烬轻飘飘地落在桌面 自行汇聚 形成一行简短的小字 北京式了 许你归足 看着这行字 浮香脸色莫名激动 有种苦日子熬到头的喜悦 可眼睛里却藏着一丝眷恋和不舍 楚州城 经过三天的赶路 使团在镇北王派遣的500人军队护送下 抵达了楚州城 大奉的是三个州 核心的州城通常位于地域中央 唯独楚州不同 它临近边境 直面北方的蛮族和妖族 北京百姓常说 正是因为有镇北王坐镇楚州城 它才能与北方蛮子的侵扰中 屹立不倒数十年 历史上 楚州城破过两次 有过两次血腥的屠城 但到了镇北王这一带 楚州城附近风调雨顺 蛮族骑兵根本不敢自饶 楚州城方圆百里 因为这片区域 驻扎着北京最精锐的军队 大理四城掀开马车的帘子 眺望巍峨高大的城墙 只见墙壁上刻满了 繁复古怪的镇纹 遍布城墙的每一个角落 你墙上 架着四天剑研制的火炮 床弩等杀伤力巨大的法器 大凤地理制 楚州制上说 楚州城的城墙刻满镇法 墙体坚固 可抵御三品高手袭击 真是百文不如一见 大理四城感慨道 大凤边境的主要城市 都刻画了类似的镇法 加强防御 四天剑每隔百年 就会召集所有术士 修复 补充镇法 再有镇北王坐镇 楚州城固若金汤 刘玉使附和道 使团抵达城门口 便看十几名官员已恭候多时 为首者是一位身穿飞袍 长须吉凶 面容轻渠 透着一股读书人的儒雅 以及边塞官员的锐气 楚州不正使正心怀 郑大人 京城一别 已有三年了 刘玉使大笑着上前 看起来与郑心怀颇为熟人 正不正使微微汗手 不苟言笑的脸上 挤出些许笑容 一番寒暄后 领着众人去了楚州最大的驿站 落脚后 杨燕等人与正不正使 坐在堂内谈试 郑大人 陛下和诸公们 听说楚州发生写图三千里案 惊怒交集 派遣我等前来查明此事 希望郑大人亲力相助 刘玉使拱手道 早已知晓此事的郑心怀 微微汗手 问道 几位大人希望本官如何协助 杨燕直截了当地说 我需要楚州边军的出营记录 以及楚州各地衙门的公文往来 正不正使没有回答 环顾众人 不经意地说道 我听说主办官许淫罗 因伤反惊了 刘玉使叹息道 途中遭遇埋伏 正不正使皱了皱眉 公事公办的语气 没了主办官 这便宜行事之权 当然 各地衙门的公文往来 本官可以给几位大人一官 只是边军的出营记录 恐怕只有主办官有权利过问 本官会禀明怀王 但不保证怀王一定会通融 刘玉使等人也不恼怒 笑呵呵地说多谢郑大人 多谢郑大人 谈完后 正不正使以公务繁忙为由 告辞离开 大理四成看了眼流玉使 摇摇头 可惜两位玉使还是玉使 若是巡抚 则则 玉使在京城时是玉使 一旦奉旨到地方视察 那就是巡抚 巡抚权力之大 直接押过都指挥使 不正使提刑暗查使三位最高领导 可正因为巡抚权力之大 才会委任许其安做主办官 远景帝的态度很明显 不能让使团制衡怀王 杨艳淡淡道 这位正不正使 为官如何 刘玉使盲说 我与他有些交情 此人为官清廉 名声极佳 三黄县 城外 官道边的凉棚里 姿色平庸的王妃 和俊美如画的许其安 坐在桌边 喝着劣质茶水 此地距离城门口不远 一壶茶两文钱 很便宜 再加上位置选得好 一棵大榕树下 风一吹来 既阴凉又舒服 沿途不停有进城或出城的百姓 在这里歇脚 喝茶 许其安握着茶杯 思考着他的截杀计划 要想从镇北王的密探口中套取情报 肯定不能在城里 不但会波及无辜百姓 还可能被反杀 最好的办法就是等待对方出城 既然是寻人 肯定不会在一座小县城逗留太久 北京郡县无数 也不可能每一个城市 乡镇都安插了人手 因此 密探肯定是流动的 他只要守住带兔就行了 这时 他发现隔壁几名汉子 行为有些反常 都不可能是哪里 好 不可能是不可能是正常 但是 实际上 坏 曹 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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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